大型夫妻下套剧 我们的婚姻 话说沈慧星由于工作表现突出 从实习生转成了正式工 工位也从角落往前挪了挪 小沈很激动 却不知道真正的挑战才刚刚开始 董董助理小妍 让她和邻座的同事互相认识认识 同事介绍说 自己在研究绿茶方面造一颇深 以后可以叫她茶姐 小沈觉得这名字很亲切 对方肯定是个热心肠 小沈猜的没错 茶姐果然是个热心肠 四日一大早 就拉着她一起浏览小视频 你看这舞姿 这身段 简直是舞蹈奇才 小沈很试惊 上班时间不干活 你看这个 作为摸鱼惯犯 茶姐话里话外 透着老辣 大妹子 嫩了吧 上班把活放一边 六点之后再开干 熬她一通宵 才能表演给领导看 小沈嘴上附和着 身体是拒绝的 茶姐不高兴了 对她这敬酒不吃吃罚酒的姿态 滋生了恨意 不给你点咔了看看 不知道我茶姐的手段 到了下班的点 小沈左顾右看 发现每个人的屁股都很黏 于是问茶姐咋回事 大家怎么走啊 茶姐说 他们工作效率慢 大妹子干完活 就先回去吧 小沈也不拿自己当外人 笑着说了个白了个白 就走了 转眼间 茶姐脑瓜子一转 叫来了小沈 故意问了个 不是问题的问题 让领导主动发现 走掉的小沈 自己的小报告 才显得不露痕迹 果然小沈见了空座 就问小沈去哪了 这一问 立马打开了茶姐的花匣子 哎呀 姐你不知道 茶姐刀背刀半天 觉得不过瘾 最后还故意错过去 加了把火 第一天上班就赶第一个走 可见不是一般人 望着小沈气呼呼离开的背影 茶姐安安佩服自己的好手段 这天过了下班的点 董总号召大家参加培训会 发现小沈不在 于是问她去哪了 这一问 又把茶姐的话匣子给打开了 哎呀 姐你不知道 这个小沈呢 每天四点开始收拾包 六点撒腿就往外跑 我坐到旁边 都不用带表 董总一听 面色凝重 意料之中的 四日一大早 董总就找小沈谈了心 小沈也是个识趣的 说以后保证向同事学习 上班时间沐浴晚 下班之后再开干 万一哪天干得快 也会故意拖时间 一发话说完 董总忍不住夸赞 说他很有悟性 不愧是爱岗敬业的好员工 可是保证完之后 刚到下班的点 家里的保姆就打了电话 又开始撂挑子了 让他赶紧回家 不然孩子没人看 看来是考验自己智慧的时候了 于是电脑也不关 包包也不拿 装作临时外出的样子 茶姐心里跟明镜似的 就假装关心说 大妹子你包包没拿 我就撒个尿 拿什么包包 一句话 怼的茶姐无话可说 小沈的算盘是 先快马加鞭往家赶 接完了孩子 再跑被公司打卡下班 这边茶姐的工作 出现了低级失误 董总大发雷霆 可是即便在挨批评的时候 茶姐也不忘本色 还是忍不住打小报告 说小沈去尿尿了 看董总默不关心 又接着添油加速说 这泡尿都俩小时了 就是水库泻红 也没这么磨叽 没想到一番话 彻底把董总给惹怒了 连时间都帮他看着呢 看来你心体系的呀 把你的细致 用在工作上 不要再出错了 更没想到的是 到了第二天一大早 茶姐又被董总 亲自炒了鱿鱼 虽然不服气 但也只能咬着牙 和小沈摆了个摆了 小沈也觉得很遗憾 自己都还没上手段 茶姐又已经先滚蛋 这混办公室 看完也没那么难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预知后事如何 动动小手点个赞